Hello,大家好,又是我Philip 終於推出我2023年的第一條影片 為何隔這麼久才推出這條影片 是因為我很想用我認為最完美的拍片相機 去拍這條影片 這部是甚麼呢 就是Panasonic S5 Mark II 我之前也有很多朋友問過我 為何會用Panasonic的相機拍片拍照 我跟他們說 它的顏色很漂亮、拍片規格很強 它的防手震是全行最強 另外它的操作手感是很舒服的 那時候我已經在用上一代S5 但它有一個很致命的弱點 無論S5或之前GH6或旗艦機S1、SSH 它的自動對焦都真的很差 但它是差得你會覺得很沒有安全感 因為它其實之前是用一個對比式對焦 它是怎樣的差 我明明是拿著自拍 對著自己 很清楚焦點在我的樣子上 是拍了大約兩、三分鐘 或者可能五分鐘 它會自己無故地歐佛 但它是不能自動認回你的樣子 不可以再對焦 但這個情況又不是經常的 它可能是你用十次 它裡面可能有兩、三次是這樣 但這樣已經足夠令到你對相機的安全感下降 所以我一知道S5 Mark II 它會由對比式對焦 變成有上位對焦 我是很興奮 我立即拿著S5衝進去旺角 去轉換我的舊機 然後就訂了新機 我早幾天終於拿到手 我跟大家說一說 究竟我會改進了的地方在哪裏 現在跟大家去看一看 當我一拿起手機 第一時間就發現它的UF是大了很多 為甚麼呢 因為它放了一個散熱風扇 入口在這裏和這裏 出風口在下面這個位置 它的設計我覺得是相當之好 比之前的GH6和SSH都更加漂亮 為甚麼呢 GH6和SSH的散熱風扇都放在後面 所以令手機變得很厚 很不舒服 而有散熱風扇 當然是它的拍片性能比之前強了很多 它這次最高規格是可以拍到6K的10bit 420 之外的就是可以拍到Full HD的100格 4K的50格、25格 又有10bit 422和420 是相當不錯的 但唯一一樣東西要留意的就是 當拍4K 50fps的時間 它會有財設去APS-C 所以這一樣東西其實是有少許可惜的 因為其他品牌在這個格式上 其實已經可以使用Full Film去拍 這個第一樣東西的改變 第二就是這個 聲音終於可以讓我調到-18dB 因為上次的一部S5 它只能調到-6還是-12 它一低於這裏就馬上調到這部機 這個調法有甚麼好處呢 就是如果我用Rody的Videomicro的麥克風 它本身的input是較大 我插了下去 我沒有調較細聲一點的時間 它會很容易爆麥克風 說完這些小的東西 我再說一說就是它的對焦問題 它的對焦這次改變了很多 我先換了一部機 然後跟大家試試它的自動對焦 究竟有多好 好了,我就換了一部S5 II去拍 應該的畫質就比剛才的iPhone會好很多 而且我現在看一部反晃 它的對焦框框真的鎖住我的樣子 是鎖得很緊 即是無論走遠也好 這樣放回來 它的對焦真的很快 以前的S5好像這樣 它對焦是有段時間才對到我的樣子 現在看上去它的對焦真的比起S5好很多 不過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以前的S5 好像現在這樣拍著自己的樣子是沒甚麼問題 但當我前面可能放一樣東西出來 好像現在這樣 它是不會對的 現在就好一點 現在它都可以對到它 我現在放出來 都很快可以對到我之前的東西 以前的S5這件事是做不到的 我這樣放上去 之前應該是有一條酒店開箱片 我放這些東西在前面 它是焦點不到的 現在不同了 最後說到防震 剛才我所說 Panasonic 是擁有全行最強的防震的功能 而這部S5 II 聲稱比S5強多200% 由於我現在只看了反螢幕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我要回去把影片放到電腦上 看看是否真的可以做到這麼強的防震 如果也是的話 這部真的可以說是近年最完美的拍片相機 所以我月底去日本的時間 我都會帶這部機去拍Vlog 看看它到期時的表現是怎樣 好,這次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再繼續吧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survivors 我們下次見